帶著眼鏡的男子靠近窗口 手拿BV槍 對著外頭開槍射擊 還左顧右盼 確定沒有人看到 另一個畫面中 他還直接下樓到湖外巷子內 依次對著鏡頭外動物開槍 附近民眾聽到流浪貓 尖叫亂穿的聲音 一看竟然有人在開槍 簡直嚇壞了 因為我聽到野貓亂穿 然後我嚇一跳 才看到他手上有拿槍的 就看到一個人拿了槍 然後我很害怕 半夜看到有人拿槍射貓 附近民眾也嚇了一大跳 更誇張的是 投訴民眾強調 這名男子開槍虐待動物的行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 而他的身分居然還是一名警察 覺得說貓他也有他真存的權利 為什麼是半夜這樣子來招惑牠們 誇張的情形就發生在新竹市 中央市場附近 投訴人指證莉莉說 這名男子正是竹市交通隊 警員 執法犯法還是壘犯 但原警本人矢口否認涉案 直屬長官也說不知情 這個我不曉得 這個對不起 我不知道 被指控的原警 雖然矢口否認 影片中的男子就是他本人 還說影片中也沒看到任何貓 只有一名男子開槍 不能證明什麼 但經過調查後 3號晚間警方出面 證實開槍的男子就是他 同仁所以玩具槍 驅趕野貓 但並未傷及野貓 那該行為並不恰當 那本隊語語告誡 真相水弱石出 只是身為人民保姆的警察 竟然開槍虐待動物 除了有損形象 也在社會大眾面前 做了最不好的示範 接著我們目前 料一隻黃昱駿新竹綜合報導